柯文哲說 去看他爸爸的時候 有落下一句話 此仇不報 非人也 柯文哲要怎麼報仇我不知道啦 但是如果柯文哲還有一點能量的話 他來報仇應該會是反天復必 你們民進黨最好能夠毀滅他 我替你們擔心 毀滅不了他的話 他就是民進黨的勾集啦 賴清德跟民進黨怎麼可能 因為他抗告就放你呢 那何必白費力氣 所以這是不抗告的一個很大的理由 再來陳佩琪說 把他們家裡的帳戶所得公開 這也沒什麼了不起的 就表示陳佩琪他們在家用的錢 就是這些錢嘛 那你說其他的什麼 謝國良給兩百萬啊 那是公帳嘛 這是政治上的資金嘛 每一個立法委員都會有這種情形 沒什麼了不起的 這個像我幹了那麼久的立法委員 民意代表 我也有公帳跟私帳啊對不對 而且政治現金跟貪污是兩回事 兩回事情嘛 但是我們看到麗雲全部把它攪在一起 麗雲是因為他們內心非常恨柯文哲 他們麗雲的心結 總覺得柯文哲選台北市長 是他們養出來的 那養出來以後 柯文哲又跑出來選舉 他覺得柯文哲是背叛他們 這種立英的心結 所以現在就請全力要毀滅柯文哲嘛 那再加上他們想毀滅柯文哲 好像又毀滅不了 心裡面就很急啊 所以各種東西抓來就亂打一通啊 這裡面顯現是立英的慌張 怎麼打個老半天 民眾黨支持度還有12% 或民眾黨的這個黃國昌 還有能力去選這個什麼新北市長 還有行李或者新竹市長 反正有個新的 都有在點名到了 你說他急不急啊 當然急啊對不對 消滅不成 還怕他改天出獄以後 搞不好一條大尾喔 大尾如慢喔 那民進黨不是等死嗎 對不對 但是到現在為止 你沒看到什麼一刀斃命的證據啊 沒有啊 所以柯文哲要在牢裡過年了 那也一定讓他過年了吧 對啊 而且傳說 柯文哲說 去看他爸爸的時候 有落下一句話 此仇不報 非人也 柯文哲要怎麼報仇我不知道啦 但是如果柯文哲還有一點能量的話 他來報仇應該會是翻天覆地的 他當初選台北市長就是要報仇嗎 那是小還小事情 就是為了那個什麼 對對對 什麼什麼那個 台大醫生的那公葬問題 也就是有很多人是 總會喜歡送台大醫生一些禮物啊 他怕被收了以後出問題 就總把它集中起來 要大家集中起來 又用這種公反來 他就是為了當初覺得 這個事情像受了委屈 所以初來選 對 你現在受了更大的委屈 更大的委屈 對不對 我覺得柯文哲 如果能夠在政壇上生存下來 他人生就是一個目標毀滅民進黨 沒有別的目標了 所以民進黨就心裡面就很擔心 覺得要搶先毀滅他 想搶先毀滅他 他們互相毀滅 其實照道理目前 民進黨最大的敵人是國民黨 反正把國民黨晾在旁邊 不是嗎 請前例要毀滅他 他們認為只要毀滅柯文哲的話 那些柯文哲支持者選票會回去 就一發現沒有 小潮不但沒有回去民進黨 民進黨還變成冷冬草 冷冬草就是冬天 再冷都忍得住冬天的 冷凍氣候的小潮叫冷冬草 所以這個是民進黨內內外很擔心 就發動一些側翼 爪牙 希望看能不能把他咬死 對 你們民進黨最好能夠毀滅他 我替你們擔心 毀滅不了他的話 他就是民進黨的歌集 我跟你講 柯文哲的案子 我看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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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華正這個案子誰是受害人 有受害人嗎 台北市政府有受害嗎 附近的居民受益 台北市政府受益 台灣受益 每一年都收多少稅金你們知不知道 這樣子 但是卻說他違法 獨立罪名 要把他抓起來 一個沒有受害者的罪名 這個不是欺人泰勝嗎 對 高雄國賓飯店 批准他35%的容積力 30%是獎勵還多5% 結果旁邊的居民群起抗議 為什麼 因為遮到了他們的視野 遮到他們的陽光 妨礙他們的交通 有明顯的受害人 那你還批准 要不要把陳其邁抓起來 要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好 但是你們心理一定不好 跟我一樣心理不好 我們要對著 在那一間房子上班的姓賴的講幾句話 我看你這樣處理柯文哲的案子 我看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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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柯文哲 不公道 不正義 不符合法治 跟違背民主 柯文哲 柯文哲在政壇上當然有政敵 政敵互相指控沒什麼了不起 但法律永遠要站中間 柯文哲這個案子 檢察官怎麼可以混到這個地步 真消息假消息 不斷地放出來 然後泄密滿天飛 法務部長還好意思 面對立法委員質詢說 我們沒有泄密 你的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莊瑞雄 審發會都看不下去 這種泄密是不能原諒的 對柯文哲不公平 對民眾黨不公道 對台灣的社會是很大的傷害 我們站出來討公道好不好 再來 扣他圖利罪 我聽了就生氣 你檢察官沒有蓋過房子 也要聽聽人家怎麼蓋房子 在台北市 500坪以上的基地 每一個建案 都有獎勵容積 什麼叫獎勵容積叫土力 那這樣一來所有的建商都都抓起來 所有的政府官員全部抓起來 101 本來蓋不了那麼高 獎勵容積講到了什麼 快要頂天啦 沒有限制的 理由是什麼 我們台北要蓋一個 有名的高樓 什麼意思 如果你的房子 根據法定容積 隨便你蓋 政府管不了你 希望你蓋得好 蓋得漂亮 蓋得高 綠建築 陽光建築 所有的智慧建築 你要加錢 我就給你獎勵容積 獎勵容積是政府應該要 獎勵人民的 而不是什麼啊 放在口袋裡面的 今天柯文哲 為了讓金華城蓋得更好一點 給他獎勵容積 有什麼罪 沒有 有什麼罪 沒有 南港輪胎的案子也有獎勵容積啊 都沒有都庚的 哪有說什麼都庚才有獎勵容積 胡說八道 你要對柯文哲的羅茲罪狀 也不能這樣幹 法治的精神要有嚴格的定義 不可以人云亦云 我們再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金華城給蔣義隆基 你說他圖利罪 任何刑罰都要有受害人 請問各位門新質問 金華城這個案子誰是受害人 沒有 沈青金嗎 有受害人嗎 沒有 台北市政府有受害嗎 沒有 還得利耶 為什麼 因為財子給市政府多抽了稅 結果呢 比一下 高雄國賓飯店 批准他35%的容積力 30%是獎勵還多5% 結果旁邊的居民群起抗議 為什麼 因為遮到了他們的視野 遮到他們的陽光 妨礙他們的交通 有明顯的受害人 那你還批准 要不要把陳其邁抓起來 再說 金華城旁邊的居民都歡天喜地 金華城要改建 要接口改善 不但沒有受害者還受益者 附近的居民受益 台北市政府受益 台灣受益 每一年都收多少稅金 你們知不知道 這樣子 卻說他違法 圖利罪 要把他抓起來 一個沒有受害者的罪名 這個不是欺人太甚嗎 所以 面對這種不公 面對這種不義的司法作為 我們要勇敢站出來 我們不能容忍這種錯誤繼續下去 所以我們幾個簡單的要求 下個禮拜 法院 檢方 把柯文哲放出來 讓柯文哲知道 陽光是亮麗的 空氣是新鮮的 司法是公正的 但是 光靠他一個人做不到 要靠你們 要靠你們 要靠你們了 謝謝大家 謝謝 讓我們用最熱情的掌聲 再次謝謝我們的蔡振元博士 謝謝 謝謝 謝謝蔡博士的分享 姐妹們 從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 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 動靈密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